而最近天气忽冷忽热的 而且一下子晴天一下子下雨 结果造成全台湾唯一的红枣园 三分之二都裂过了 尽管目前价格还没有明显的变动 不过就担心天气再变化下去 大幅影响到红枣的产量 所以现在也不得不涨价 新鲜豌豆加入红枣一起大火快炒 夏天到了红枣和新鲜小黄瓜一起凉拌 想养生还有这道红枣鸡汤更是老套的最爱 民众爱拿红枣入菜 偏偏果圆的红枣一碰上白天大太阳 傍晚下大雨冷热不顿交替的天气 就会裂果产量一少 就怕红枣要涨价了 全部都这样裂啊 仔细看青绿色的红枣果实裂开了 留下一道长长生褐色的痕迹 不止这几颗抬头往上看 一整串的果实全裂了 六十勤的农地经不住三温暖四后 三分之二收透的果实都裂开了 果农只得与时间赛跑强采收 它就烂得很严重 这个就不能用了 你再隔一天就不能用了 如果它继续下雨的话 全部都不能用 事实上今年红枣一台金 大约120到150元 四斤的红枣才能晒成一斤的红枣干 市价400到480 还好目前产量还算稳定 要是天气还继续冷热变化大的话 就怕红枣八月盛产期一到 价钱还会涨隔一两成 中年新闻彭志明苗栗采访报道 不要 根本梁大哥